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是读者大力推荐给我很多人都赞不绝口的流浪文学作品《撒哈拉岁月》 这本书它有异国风情、有幽默风趣、有悲欢离合、还有探索冒险 我们会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跟作者一起体验在这片沙漠上的点点滴滴 本集节目由阅读前哨战赞助播出 我平常都在帮人家业配,应该也要留一点点档期给自己 所以我最近特别整理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教学文章 谈的内容是读书心得怎么写,颠覆旧观念的三种笔记和写作技巧 有一些听众可能以前看过影片的版本 但是我整理成文章跟图片版本,让你更容易复习跟应用 我介绍了两种简单容易上手的笔记方法 教你怎么样把重点段落和自己的评论结合起来 帮助你更深度的理解内容 也教你怎么样透过自问自答 引导自己更深入的思考书本里面的核心观点 最后,我还会教你一种超级简单的写作框架 让你把写过的笔记整合成一篇有条理的文章 适合任何想要写作的人使用 如果你想要学会如何有效地整理读书心得 写出充满自己想法的文章 欢迎前往阅读这一篇教学文章 在这篇教学文的最后 我还提供一堂免费的电子性课程 叫做话输入为输出的五堂入门课 每一周就会寄给你一封email 带你一步一步学会这整套笔记跟写作的方法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开启流浪文学的作家三毛 他在重庆出生,在台北长大 他以独特的文学风格 还有他对异国文化的描绘而闻名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对于旅行还有探索的热情 他和他的丈夫从西班牙搬家到了撒哈拉沙漠 这本书是由一系列的散文构成 主要是三毛描述他跟丈夫在撒哈拉沙漠当中的生活点滴 书本里面涵盖了他们如何在荒漠当中建立家园 跟当地的人互相的交往交流 面对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 而且还充满了对于异国风情的细腻描绘 整本书读起来让我感觉到身历其境,嘖嘖称奇 就很像从他的眼睛里面认识了另外一个很陌生的世界 三毛他用简洁但是富有力量的语言 将他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经历诠释得很生动又有趣 每篇散文你读起来都会很像一篇短篇的电影 有一些很像动作片,有些像惊悚片 有些又像喜剧片,有些又像战争剧情片 对于喜欢旅行,对异国文化感兴趣 或者是你渴望探索人生另类意义的读者来说 我觉得这本书会是一次很难忘的阅读体验 以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段落 还有我从这本书的写作风格里面学到了哪些东西 首先是让人很惊讶的异国文化 三毛的这本书在文坛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作品了 而我自己是到了现在才第一次接触到 那我最惊讶的是,在1970年那一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 他竟然是因为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看到撒哈拉沙漠的文章 就兴起了想要去那边生活的念头 难怪这本书在当时掀起了这么大的轰动 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异国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在当时还没有网路 大家只能透过报纸还有电视稍微知道国际大事 那么三毛这种很细腻又真实的生活描写 就会带给大家很多新鲜还有意想不到的画面感 像是在书里面他有提到 他的邻居因为头痛想要来跟他拿止痛药 但是他想到小镇上面还有另外一家公家医院 所以他就不打算给对方这个止痛药 他就请对方你可不可以直接去看医生 想不到这个地方的妇女他们生病都不去看医生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三毛他仔细一问之下才发现 背后的原因让他很吃惊 因为在医院里面的医生都是男生 那么这些妇女他们整天都必须包着面纱 他们宁愿病死也不想要给男医生看到自己的脸 那么出于这种很无奈的心情 三毛只好给这些妇女止痛药 结果来找他拿药的妇女变得越来越多 他还笑称说自己就是小镇上面的非洲巫医 那还有啊当地人都不太洗澡的 三毛就很难想象 这么热的天气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所以书里面就有一段故事 就是说他去看这些女生洗澡的过程 他是这样子描述的 他说我看见每一个女人都有一片小石头沾着水 在刮自己的身体 每刮一下身上就出现一条黑黑的浆汁污垢 他们不用肥皂也不太用水 要用石头刮得全身都脏了 才用水去清洗 有一个女孩甚至跟三毛说 他住在很远沙漠的地带 真正有四年没有洗澡了 还有太多类似这样的桥段 会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读起来趣味十足 也让我们值得去回味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是幽默又有活力的语言风格 这本书读起来有一种很鲜明的感受 就是三毛他的语言风格 又轻松又幽默 即使是他在描述困难还有挑战的时候 他依然会保持乐观 更有意思的是 他在描述这些日常见闻的时候 他会掺插一些自己的主观想法 表达出他的人生哲学 像是他在刚搬家到撒哈拉沙漠的时候 他就很幽默地去描述 他怎么样用废弃物品来装饰自己的家 他这样子写 这些垃圾竟然也被我当成了宝贝 把他们一个一个收回来重新利用 反而美不生收 在别人的眼里 他可能在剪破烂 可是从三毛的视角看出去 他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装置艺术家 他把家里打点得漂漂亮亮的 而且他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 曾经有一次啊 有一只山羊 把他们家斜斜的屋顶 当成是山坡在爬 就爬到他们屋顶上 他就写到说 我抓起菜刀 就往通天台的楼梯跑上去 还没有来得及上天台 我就听见木条细微的断裂声 接着惊天动地的一阵巨响 木条碎玻璃如雨般的落下来 当然这只大山羊也从天而降 落在我们宅小的家里 我紧张极了 连忙用扫把山羊打出门 望着这个破洞洞外的蓝天生气 那另外一次 又有一只山羊从屋顶掉下来 对你没有听错 又有山羊 就是他这个山羊掉很多次啊 他把山羊绑住之后 爬上屋顶去看 到底是谁家的山羊 又偷跑出来了 结果他下楼的时候 这只山羊看起来像是在偷笑一样 结果他在低头一看 天啊 旁边的九颗盆栽 全部被这只山羊吃得干干净净 三毛他气得 打了这只山羊一巴掌 然后呢 他又跑进浴室 抱着毛巾大哭起来 书本里面的故事就充分展现了 他面对这种困境时候的乐观态度 还有那一双 善于发现生活乐趣的眼睛 当然他也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 该生气该发飙的时候 他一点也不会委屈自己 透过他这种轻松生动的笔触 捕捉沙漠当中的有趣场景 让这一片荒凉的土地 在他的描绘之下 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 再接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 就是对沙漠风情的描绘方式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很惊喜 因为我在心中感叹 原来厉害的文学家 是这样子写作的 什么意思呢 就举一个最普通的沙漠里面的 天气很热 你想到天气很热 你会怎么描述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就会写说 很热 非常热 超级热 顶多啦 我可能会用说 这个我好像要被烤焦了 来形容 可是三毛的写法 就很有意思 他用这段话去描述 炎热的太阳 他说 太阳就像融化的铁浆一样 撒了下来 我被撒得 看见天地都在慢慢旋转 我光是读到融化的铁浆 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可怕的温度 另外 他在描述他第一次坐车子进沙漠 看到风景的感受 也写得十分的细腻 当时他的手里拿着照相机 每一幅画面他都想要拍下来 他是这样子写的 他说 如梦如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圣楼 连绵平滑温柔的 如同女人动体的沙丘 迎面如雨般的狂风沙 焦裂的大地 向天空伸长着手臂 呼唤私叫的仙人掌 千万年前干枯了的河床 黑色的山巒 深蓝到冻住的长空 漫步乱石的荒野 这一切的景象 使我意乱神迷 目不暇己 短短的这样子一段文字 就让我们把整片沙漠的画面 尽收眼底 而到了傍晚的沙漠 又变成另外一种风景 他有一次跟丈夫 在沙漠开车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他是这样子描述的 他说 四周除了风声之外 什么也听不见 死急的大地 像一个巨人一般 躺在那里 他是猙獰而又凶恶的 我们在他静静展开的躯体上面 驶着车 读到这段描述的时候 会让我们感觉危机四伏 忐忑不安 果然 这本书的后面就发生了 有生命危险的事情了 那么三毛他就透过这种 生动用具体的描绘方式 让我们仿佛可以身立其境 深刻感受到沙漠的神秘与壮丽 再来我觉得他对于个人感受的描写 也非常的细腻 三毛除了对风景的描绘很生动之外 他对个人的感受写得更好 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 他说他有这个故事 他不小心接触到了一个带有邪灵的符咒 导致他的身体遭受巨大的痛苦 他这么写 我坐起来又叠下去 痉痪性的剧痛并不能停止 我叫牙了嗓子 胸口肺里也跟着痛起来 没吸气肺间液也在抽筋 这时候我好似一个破布娃娃 我正在被一个看不见的恐怖的东西 将我一片一片的在撕碎 我眼前完全是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神志是很清楚的 只是身体做了剧痛的奴隶 在做没有效果的挣扎 我喊不动了 开始咬枕头 抓床单 汗湿透了全身 当时的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 我仿佛也感受到了那种生不如死的痛楚 在这段故事里面 其实呢 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有点感叹 就是当地人跟三毛说 这种邪灵符咒的现象 就很像是他会拿一个人本身健康上面的缺点去做攻击 他可以将这些小毛病小缺点化身为厉鬼来取你的性命 那么三毛他就这样子说 这两天啊 在我脑海里面 思想 再思想 又思想的一个问题 一直趋之不去 我在想 也许 也许 是我的潜意识里面 总有一个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欲望 所以 这个病就来了 那么或许很多人已经知道 三毛他最后是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人间 因此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会更让我觉得不胜唏嘘 他接着还这样写 他说 人是最怕认识自己的动物 的确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 是没有办法借由别人来帮我们解决的 那么最后我真的很开心 可以读到这本 撒哈拉岁月 我不只是认识了沙漠的文化跟风景 更从他这种幽默轻松的笔触底下 看见三毛对于人生的态度 还有一些智慧 那书本里面有一句很豁达的这个话 我也分享给大家 三毛他写说 生命的过程 无论是阳春白雪 青菜豆腐 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 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 尽管在这个撒哈拉沙漠当中 面对到各种挑战 他依然保持乐观跟豁达的人生态度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 那么读完这本书之后 真的会让人很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 跟大山大水的人文风情 书本里面有很多的欢笑 有很多的惊喜 却也有很多的悲伤 还有错综复杂的殖民地问题 还有仇恨 或许时间久了 我们可能会忘了 在沙漠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 可是我们不会忘了 三毛在这片荒漠当中 找到的平静与自由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光明 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绿洲 推荐给你这一本 撒哈拉岁月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接下来分享一下 Apple Podcast上面的听众留言 这一位听众的名字叫做 J妈TP1 他说这个谢谢瓦机 听了这么多的阅读类Podcast的节目 整体含金量最高的 就是瓦机的阅读前哨站 那谢谢瓦机推荐很多好书 透过你的节目 我已经解除了不少心爱的好书 感觉得出来有很多的环节都很用心 谢谢你 好的 谢谢J妈的留言 然后里面有一段话 我不是那么确定是什么意思 他说透过你的节目 我已经解除了不少心爱的好书 我不太确定这个解除的意思是什么 是已经了解了呢 还是说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了 还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晓得 但是应该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 就是说可以把一些心爱的好书 一本一本的可能看过啊 可能了解 可能放下之类的吧 那没关系 就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然后也很谢谢对于节目的肯定 那我觉得其实节目没有什么比较集啦 就是不用说跟谁比 或者说跟什么人比之类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自己比 就是像我自己做节目的话 我就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有没有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 节目有没有持续在改变一些形态 在适应一些新的形态 像最近可能还有一些新的 像是短眼音之类的形态 也正在尝试 也准备要推出了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 我最近有读到一段话 我觉得也蛮能回复 或者说跟这一段留言 有一些共鸣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 瓦机做节目可能用心 可能在一些环节上有下功夫 可能什么含金量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最近读到一段话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这段话是由量化交易之父 吉姆·西蒙斯他说的 他谈的这件事情叫做美感 美丽的美 然后感觉的感 他谈的是美感 他说的话是这样子 以美感作为指引 我是真的这么认为 我想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一些美学的成分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你可能会想建立一家 从事债券交易的公司 这个有什么美感可言呢 这其中的美感就在于 把事情做好 找到合适的人 正确地处理问题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第一个 把这件事情做对做好的人 那就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能够把事情做好 就是一件美丽的事 那我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吧 就是谈到美感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多的感动 毕竟我在小时候 我是读 我小学的时候 跟中学的时候 是读美术班 所以就蛮喜欢画画的 然后雕塑 然后捏一些陶土 然后彩色的 单色的都很喜欢画 就喜欢做一些 有的没有的创意啊 或者说一些 跟美感可能有一点关系的东西 那么在高中啊 大学之后 我当的那个 很多人可能说当班长啊 当什么鼓掌之类的 那我当的全部都是 学艺鼓掌 就是有一个职位 叫做学艺鼓掌 然后这种 这个学艺鼓掌 就是要画海报啊 要做一些美编啊 像是我记得高中跟大学 班上的毕业纪念册 都是我做的 那我就是对于这种东西 我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想法吧 就是我很有想法说 我理想中的毕业纪念册 可以长成什么样子 那特别是我记得 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用心 去做那件事情 就想把这件事情 做好做对 然后我理想中的样子 要长什么样 所以我就 就自己也是学了 像Photoshop啊 学了一堆美工软体 然后去跟大家 要了各式各样的照片 然后做了一个 很特殊的排版之类的 反正就把毕业纪念册 做的是我心目中的 那个很美的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对于美感这件事情 每个人的心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八尺吧 但是我觉得美感 也是一种可以培养的东西 就是当你觉得 你对于某件事情 你有自己很深刻的想法 你觉得 这个毕业纪念册 要怎么样去凸显 每个人的特色啊 要怎么样去做编排 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很特别 看到这个就会想到我们班 就会去思考一些 很认真去思考 然后很投入 去找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去排列组合 然后创造出一个 就是可能是前无古人 或者是说 是属于你自己的独特想法的东西 那么同样的这个观念 套用到之后 无论是在工作上 做专案也好 然后再学一些新的技术也好 到后来做自媒体 可能要架设部落格 可能要做说书节目 都是用很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对于美感的追求 我认为可能部落格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美感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使用者体验 如果是用起来不顺 用起来东卡西卡 跳一大堆广告之类的 我会觉得很烦 我会觉得很讨厌 那我自己做给大家的东西 我就会希望是一个连我自己使用起来都很舒服 都觉得很美的东西 那同样的说书节目也是同样的感觉 就是它不只是看起来 说书节目更多的是 你听起来怎么样 然后你听到的内容怎么样 你听到的这些环节 它有没有被很好的排列组合 有没有一个组织性的 有没有一个逻辑性的一个脉络 让你可以循序渐进的慢慢认识这本书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我们可以称作为说书的美感吧 所以在这条路上 其实也就是持续的去打磨 持续的去思考 那我会发现 除了一开始我是写文字的 就是用部落格写文章之外 我后来又发现说 其实对于声音 就是我如何讲话 我讲出来的声音 我想讲出来的音色 大家会怎么样的去吸收 大家会有什么感受 所以这个也是后来 为什么要去学一些怎么样发声 学一些声音的技巧之类的原因 所以就是对于这些东西 声音也是一种美感 那就是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把它退一步思考 你都会发现 都会有美感 在其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你说 我到底要怎么样有美感 为什么有些人好像有美感 有些人好像就没有 做出来的东西 就会是一团散沙 或者说 做出来的东西 好像就是漫不经心的 那我认为背后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你又没有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你自己的事 有没有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你自己的事 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我觉得从小到大 我们在接受的教育 接受的家庭 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学校教育的过程当中 很多都是 倾向于去接受别人的指令 可能老师说要学这个 要考这个 家长说 你要读这个 你希望你可以干嘛干嘛的 都是别人告诉你要怎么样 都是别人心中的期待跟想法 但是 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期待是什么呢 或者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老板可能会要你做什么做什么 那是老板要的东西 或者说他觉得 大概就是要这样的任务 你完成它就好了 可是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没有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我自己的任务的话 我可能就只是交差了事 反正做到这个 可能80分就好了吧 那有些人说 可能70分就好 60分就好 就做到这样子就可以交差了 那这样子就是 你对于这个东西 你没有把它当成自己的事 你没有用美感的方式 你没有把它做对 做好的方式去做它 所以当然做出来的成果 就不怎么样了 那相反的 当你是把这些事情 当成是自己的事的时候 可能是别人交办的 可是你只要透过一点点的转化 透过一点的吸收 你加入自己适度的创意 加入自己适度的想法 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 你对于这个东西 有你全权可以去打磨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我好像没有权力可以决定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有权力决定很多事情 就算是你只是把别人交代你的事情去做好 你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把它做得好到不像话 或者说好的不得了 那这个东西在工作上 在做节目上 在做网站上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把它做得符合你心目中的理想 或者是超出你心目中理想的那个样貌 你可以做成那样子 所以当你用这个态度在做事情 去学东西 去提升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种感觉 那种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不是在完成别人交代的东西而已 而是去打造出自己理想中 生命中该有的那个样貌 所以我觉得 像我之前跟大家可能在线下的场合吧 分享过一个观念 就是 Creative 就是英文字叫做创意 或者说有创造力的 Creative Creat 那很多人想到Creative 想到创意 都会直觉的想到是艺术家 就会觉得说 这个艺术家有创意啊 音乐家有创意啊 但是我们都不会想说 我一个普通的人 可不可以有Creative 我一个普通的职场工作者 可不可以有Creative 那么就我刚刚说的这些内容来讲说 Creative其实可以扩展到你的整个人生 一个有创意的人 一个有Creative 一个有创意有创造力的人 他会用各种 意想不到的方法 或者是用各种创新的方法 各种以前没做过的方法 去面对他的人生 例如说 有些人觉得说洗碗很累 在家里做家事 洗碗很累 那我可不可以 试着用用看洗碗机 像我自己在台东的老家 就很抗拒这件事情 结果就很喜欢 为了洗碗这件事情吵架 然后就不想要去 好好的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创造一个空间 创造一个条件 有没有机会引进洗碗机 来解决我们这些天天都吵到不行的事情 当你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 你又想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个方法的时候 这就是创意的表现 这就是Creative的表现 因为你Create出 你创造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 你Create出一个不同的样貌 你可以在人生当中 Create出任何不同的样貌 这个是你绝对有权利去做的 但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好像就这样吧 一成不变或者说我好像没有能力 我好像就这样子得过且过 那我就甘愿这样子生活下去 那这样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这样子就不会具有Creative 没有创造力 所以我自己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启发 就是当你认为 或者说当你把你的人生 当作是一个有Creative的一个人生的时候 你面对任何的困难 面对任何的挑战 任何的不如意 任何的很难做决定的事情 你都可以重新的思考 我能不能够又更有Creative 我更有创造力的方式 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用不同的方式做 一个方式做不通 有没有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做不通 有没有第三个方式 常常就是有很多个方式 你要去尝试 你才知道哪一条路行的通 所以它不是一次就会到位的 当你有Creative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所谓的艺术家 音乐家 什么画家之类的 都嘛是画了 不知道无数个 几百个 几千个烂作品之后 才有几个稍微可以看 所以他们是 Creative就是什么 你创造出一堆垃圾 你创造出一堆 你选择出一堆 有的没有的条件 有的没有的路径 你走了一堆 别人走过的冤枉路或什么的 结果你走出了几条 真正成功的路 你走出了几条 真正有意思的路 然后你创造出了几个 别人可能喜欢的东西 可能你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这些作品 这个就是Creative嘛 所以如果你把这样的概念去 把它设身处地地去想 如果你这个人生 如果你的职业生涯 是一个有Creative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要件的话 那你会怎么样去对待它 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克服那些挑战 去克服那些困难 不是你不法克服 而是你还没有找到 或者说你还没有尝试到 对的路径而已 就是有不同的方向 你可以在多方的尝试 因此这个就是我自己对于美感 还有Creative 就是创造力创意的这个想法 那也分享给大家 当我们用这个方式去 面对我们的生活 面对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或许可以更开心 更有动力 这个发自内心的原动力就会出现 那你就会觉得说 很多事情你想要把它做好 做对 做得很美 很棒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更有趣 更有意思的 那也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给大家 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跟支持 那就非常感谢 OK 那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